大家好,今天就是假期 不要太平衡,輕鬆一點 再加上今天我心情也不太平衡,所以輕鬆一點 好嗎?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古壇長毛 這三十多個影片裡面有很多關於古壇長毛的 怎樣用他的網站 今天又是回到古壇長毛 看看David Webb的投資組合 因為他很出名的 聖誕禮物每年聖誕節會建議一隻股票 除了他做這個建議之外,好像最近一兩年都沒有做 除了這件事外,其實他在網站也要把自己的持股披露 除了他真的想披露之外 其實在上市條例要求之下,他要迫著披露 因為他錢太多 他一買,又喜歡買超過五成 5% 在上市條例,如果不管什麼水 你啊我啊,街邊貿你啊 如果買一間上市公司的股份超過5%以發人股數的話 都要披露,所以因為這樣他就披露 他的披露在網站上有的 你想去看他的披露呢 去回這個網站就可以了 現在就已經去到網站了 你自己想入這個網站,跟著這個去做 那他的持股超過5%呢 在股票裡面有20間 他自己也曾經說的訪問呢 他不像拿20間公司的股票 可能還有10間、8間 因為那些還未超過5% 所以就沒有披露 那這20間持股裡面呢 先說一說吧 總市值到星期四為止呢 8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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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他每間公司都是持5%的話 他持所有公司的總市值 乘20都是160億而已 20間公司的市值都是20 這個是160億 除了20,每間都是平均8億 他都是持小市值的公司 當然這個是約數 他有些拿14,有些9,有些10 等等 可能是變成小於這個數 所以 炒起來也不是小公司 那我就把這20間 根據什麼去排列呢 根據它披露的日期排列 因為如果是持股超過5% 他怎樣有這個 反正這20間公司裡面 如果他是買股票賣股票 不管一股 兩股多少股呢 總之增持 超過5% 做任何增持或淨何減持的話 都要披露的 我特意帶大家看兩個披露 看一個最久以前 他動過手的公司 就是2015年323 每間公司5年裡面 他的持股基本上都沒有變過 他持的公司5%是股份 這個股份的價值是750萬 現在是最少的 750萬 750萬 我們看看 究竟他當時 2015年3月23日 究竟他對這間公司做了什麼 就是買過這間公司的股票 還是買過這間公司的股票 買了多少呢 我們去看看 大家去 八卦一下 上高 左上腳 有這張表格 就是 你想看這張表格 就是按剛才那顆按鈕 就是date 按進去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 港交所 他 submit 當時對這間公司 所進行的事情 你看看 裡面就是 2015年3月23日 他當日做了什麼呢 當日呢 這間公司的股票是4.98% 是不需要披露的 總股票是10722 1072200股 他在當日223日市場裡 買入了五萬股 買入價一個爆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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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當時 它買入了之後 令到持股 剛剛去到5% 披露水平 5% 由4.98到5% 所以就要披露了 那我們 看看 這間公司 過去 這個是十年圖來的 2015年 當時是1.87 這些位置 1.87 1.87 那 今天呢 收市星期四是7毫子的 那 過去五年 這隻股票呢 都幾傷的 跌了好像62% 所以 所以 只剩下1千萬以下 它持放5% 都是只剩下1千萬以下 所以 如果這隻股票來講 它五年什麼都沒有做過 其實是一個錯誤的 因為它錢多了 那 記住 這個 這個股價圖 Daywork也是很用心去做的 這個是叫做 Total Return 是做了Adjustment 如果有派息的話 譬如假設這個 還沒派息之前的股價是2元的話 因為派了息 如果派了1號3息 它會調節到1.87 這個是調節了的 這個是真實反應 究竟由這日拿到今天 是實際的回報是多少 所以它是真實的 是扣除了息的 隨正了 一直是連續隨正的 所以它這個功能大家多些使用 叫做Total Return 所以譬如 匯豐 你看Yahoo的股價圖 不準確的 你要去看看DWWeb的股價圖 除了息的 因為匯豐每年都會派息 對不對 對不對 還有一件事想大家看看 究竟這5%的持股 是否說過 在中央結算裏面 在中央結算裏面 有很多不同形式的持股 通常是Custodian 即是基金把貨放在Custodian 或者我和你 這些小散戶 會放在我們的要財 富途 諸如此類 DWWeb曾經說過 它會開一個 投資者 投資者帳戶 在中央結算 你看這隻股票 你就知道它真的 是開了投資者 投資者帳戶 我去跟它的資料查 就知道了 投資者帳戶 有兩種方式 一種出名 一種沒有出名 它也是選擇沒有出名 你看到 剛才我說 2月 3月23日2015年 買入了5萬股 3月23日買入的話 T加2 中央結算的變動 在3月25日出現 3月25日2015年 就有它的交易會出現 你看看 真的 2015年3月25日 那個 Holdings of Unnamed Investor Participants 增加了5萬股 所以 它說自己用這個 Investor Participants 名義 擺在中央結算 這個是真實的 至少貨那隻股票是 我查過有些不是 可能最近買的不是 因為它其實買賣股票 我講它 這麼不頻密買賣股票 我猜它也沒有一個證券牌 它都要將貨射去一個證券行 然後才可以買賣的 OK 這樣就麻煩了 但是當然安全一點 就是 它自己說過的 它都怕證券行會倒閉 爆倉啊 什麼的 放在自己的帳戶 就避了它的風險 尤其是它持貨比較多 尤其是它五年都不移動的 放在證券行也沒有了 所以它 也因為這個原因 它用Investor Participants的方式 去持有股票 OK 也根據這個紀錄 證明了它沒有老點 再看另一隻 再看這個 剛剛講的最久動動的 這次看的最近的 它在2020年3月21日 對於一隻叫做1120 ASOptical International 是進行過一些動作的 你想看它做的什麼呢 又是 鍵進去 鍵進去這個日子 就可以了 按進去 按進去 OK 按進去 自己真的按了 不要再問我 因為很多人在網上 喂 問我怎麼按哪顆鍵 找什麼 喂 我不是收錢做補習老師 我目的是做video 你想知道 看完我的video like share 這樣會學的 你還要我再在留言裡 逐步回答你 我不是你的補習老師 你都沒有給學費 OK 好嗎 自己用一下腦子 還有做一下功夫 我做一個video 可能都要搞幾個鐘的 那你去看 就是20分鐘的 好嗎 那你支持一下去看一下 還有那些都是免費 最精彩的東西 教了你的 怎麼按哪個按鍵 去哪裏 哪裏 哪裏 我不會回答的 好嗎 OK 我們去看看 按進去當然是甚麼 按進去就是這裏 那又是 任何動作都要 拿著5%的股東 或者突然間增持到5% 要甚麼 那也是要花一個return 在2020年 這個很近了 3月31日 就是這一間叫做甚麼公司 這間公司名在哪裏 Arts Optical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上市編號1120 那他在一間公司做過甚麼呢 他就是說 before他申請這個 叫做利益披露 Disculture of Interest 這個form 之前他在公司的持股 是3089400 就是7.99% 那他在當日 3月31日就買入了8千股 8千股都要報的 8千股每個一元 就是花了8千元 就是不知為何會買8千股 那他都要上報 可能下個數好一點 就增加到30902 就變成持股量100% 他當日是增加了8千股 就是這樣 那究竟這隻股票的返回是怎樣 其餘的細節呢 我就想甚麼 你自己是可以去看了 總之 再說一次 今天就是分享 Diru Web 股蛋長毛 究竟呢 他拿甚麼股票 還有股票的表現是怎樣 他的網站 他披露的有20隻 他很少會動動的 現在的貨價值是8億多 他還有一些沒有披露的 他說過還有十隻八隻 就是這樣 他身家即使跌了下來 他也說過最近這個股災 他的倉整個倉都跌了兩億 輸了兩億 跌了20% 叫做 製作得好的大市 或者跟大市相差不遠 如果你說二萬 二萬八跌下來 兩萬四 大市跌了兩成 好嗎 那就是今天分享到此為止 明天再見 拜拜